高城市衛生局是在公佈了 包含了在蘇丹宏的部分 那么在现在我们要来关心了 现在是不是有哪一些店家 现在也要来驳斥喊约 首先来看到高城市卫生局 在4号公布 新站跟交往公司 致海辣椒粉下游厂商的名单 那么特别点名了 包含大家可以看到 有八方云集 唯利食品 好品味科技 一品香料 好第一点右还有在海盾 来人披萨鸡排等等 甚至包含了大家熟悉的海底捞 现在这些业者至少是有 34000多公斤流入了7个县市 但是卫生局呢 在彰化的部分 稽查了唯利公司 在这边 那唯利公司呢 就发现跟高雄提供的 结果不一样 另外在八方云集 还有好地义也澄清 并不是同一批 对此高雄卫生局 有了最新的回应 表示已经请业者下架 全案交由剪掉整半 放了好久 辣椒粉还是超鲜红 色差这么大 明显有问题 彰化卫生局一早启动机查 因为苏丹红风波再度扩大 如今泡面锅贴全都遭殃 高雄卫生局日前查到 金站和嘉广两间公司 使用含苏丹红的辣椒粉 多达三万多公斤 自日更公布下游业者 其中精湛的致癌辣椒粉 销往八方云集 多达六千多公斤 海底捞有三千两百公斤 而维利食品有五百二十公斤 其他像是永兴辣椒行 味缘好品味牛头牌的 好第一食品等都有 一共流入七线市 而嘉广则是卖给台中 美味王多达八百七十公斤 怎么跟公布的不一样 八方云集也澄清 自己用的规格是 韩式辣椒粗粉 和检验异常的 细辣椒粉不同 就连好第一也发声明 没有使用该批金站的辣椒粉 到底是怎么回事 高雄卫生局则表示 核对金站提供的 下游流向资料 八方云集确实在名单中 已经请食品业者下架回收 全案也交游减掉侦办当中 而且屡屡被查出 被查出到 你还要百分之一百查验了 结果你后市长放任不管 明明知道 源头把关的边境 这么多不合格 可是你们还是代乎职责 不愿意积极办理 对此时要署长 吴秀梅表示 系统需要一定资本 而林淑芬则回呛 早就建议过要调整门槛 何况这次进口辣椒粉的 保兴公司 根本没有登陆源头系统 政府的稽查要注意 而不是让民众去焦虑 这些事情 政府单位执行力 就会有一点 信心度就会越来越下降 如今越来越多下游厂商 被公布流窜的致癌 辣椒粉到底还有多少 外食民众这么多 政府得加把劲 让民众吃得安心 今次张张鹏张体育台北报导 好现在高雄市主动机查了 那么这两家公司并且呢 来看到提供了给大家 高雄的精湛加广国际贸易公司 进口大陆辣椒粉 减出苏丹红 并且有34,414公斤 流入了外线市下游厂商 包含了也公布了这个批号的部分 还有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八方云集 不过现在八方云集也出面澄清 没有采购违规的辣椒粉原料 但是遭到高雄市卫生局打脸了 表示有三份的进口报单 五批有问题的辣椒粉明确的流向 而且呢也查核了韩式粗辣辣椒粉 在这个部分 那么公售4104公斤 来到新北市的八方云集公司 在去年12月 进货完成了韩式酱以及哨辣酱 而且现场是没有存